那么说明47%的这个题目呢 答得不太好 答得不太好 里面呢 问的问题 大概都是x等于零时 表示什么样的连续曲线 x等于零时不连续曲线 y等于零的时候 是分段定义的连续曲线 分段定义的不连续曲线 也就是说 把一元函数和二元函数呢 我们联系起来的一个题目 对不对 来 联系起来的题目 首先呢 先看前两条 它说的是x等于零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曲线形式 那你就把x等于零的表达形式呢 给人家写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这条呢 这个函数呢 到x等于零 就是g等于零等于什么呀 那你就把上面这一部分 x平方加y平方不等于零 那么表示的是不是 除过坐标远点之外的函数表达形式 那你如果分段来写的话 上面这一段呢 那么就是y不等于零了 因为你在这个坐标逐上面 x等于零是不是就是y逐吧 y逐上呢 你这地方定义的这一段 你应该是除过坐标远点的 所以说y不等于零的时候 那么它不就是等于零吗 你把x等于零带进去 还有下面这一部分 当y等于零的时候呢 也等于零 所以整理一下 事实上呢 也就是说z零 y呢 是横等于零的 横等于零的长值还数 你说它是连续 还是不连续呢 那么当然是连续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小的话呢 正确的是第一个 我们再来看三和四的这一部分 y等于零的时候呢 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么根据上面的写法呢 是一样的 把它呢整理一下 y等于零 那么就是表示x逐上的情况 根据原来的定义表达形式 首先呢 先看除过坐标远点之外的 那么这个是个什么样子 y等于零 那你就把y等于零带进去 剩下的部分是x的绝对值 乘以三眼x的平方分析 对不对 x等于零的时候 定义的是一个零 大家可以看到 zx等于零这样的一个表示形式 显然是一个分段表示的一个函数 对不对 分段表示的一元函数 它是连续还是不连续呢 那么不就是化成一元函数的 连续性的词题吗 一元函数的连续性的话呢 我们是怎么说的呢 是不是要考虑的是 x趋下于零的时候 这个函数zx0 它的极限值是否趋向于x等于零点的函数值 z00吗 对不对 而这个函数呢 我们是如何来讨论它的这个连续性的呢 是不是可以用无穷小量乘以九界量来表示啊 所以它的极限值确实是一个零 既然确实是零 说明这个式子是成立的 这样呢 y等于零的时候 它表示分段定义的这个连续曲线 第三个也是正确的 这样呢 正确答案就是一和三 我们同学呢 这个选择相互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就是说明我们同学对于我怀疑可能是第三个 少选的比较多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终的结论形 确实跟猜测的差不多 可以看到a和b 这个呢 也就是说是正确的有87个 错误的有8个 说明这个对x等于 这个y等于零的这部分呢 前面是x等于零的这部分呢 答的还可以 后面这地方呢 是这个在x途上来讨论的这个答的显示 还好51次的一个比例 这就是说明 也就是说是对那个分段定义的那种连续函数 一元函数那一部分呢 需要再补一补啊 就补一补 好了 那么下面我们接着来看9-1-3 9-1-3涉及到一元二元函数的一些性质的 给了四道题目 我们同学的答题的情况呢 是a呢有98.96% b呢有97.92% 这是第一道题目 正确率88% 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找正确率比较低的说一下 最后一个33%的正确率 这个呢显然是 可能是个多选题吧 51-46 91-39 除了c呢 认可率比较高之外 abd 都有相当于不肯同学的答案 所以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到底在说什么 关于等值线和等值面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 等值线和等值面的定义记得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不是给的是这个函数 它的值等于一个长值的时候 那个定义的分布曲线是什么样子 是吧 在定义当中来看 所以这小的话呢 你就一个一个来读嘛 你像这个 它的等值线是什么 z等于长值的时候 这个曲线呢 在xy平面上的分布 不就是这个吗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 同心圆嘛 对不对 这个就没问题 第二个他说的是 z等于根号下 x平方加y平方的等值线 是其空间图像上面的圆 那你就答错了 你就答错了 这个不是空间上面 一定要是定义上面的 定义上面的 我们同学的话呢 很容易受到 我怀疑可能就是那个 到三间去游 春游的时候 看见那个七田 这样这样这样 是不是 总觉得现在是在空间当中 四上不是的 应该像定义上面 进行投影 定义上进行投影 所以这小的 如果画一个图来说的话 你看 假如说这是一个山包 有可能呢 我们的整直线 我们同学可能 维持在这种地方 是不是 但四上不是的 我们一定要把它像 中标图面上面进行投影 投影曲线才是它的 这个 这个等值线 你把一个一个的等值线 画出来 那么将来都是这种 这种形式 对不对 要记住 是在定义上面 定义上面来给出来的 而不是在空间的图形上面 给出来的 这个呢 要是清楚 这是第一个和第二个 再看第三 第三 第四呢 第三个是三元函数了呀 三元函数的等值面 你想应该是在哪里给的呢 它的定义是不是 是在空间当中 R3当中给出来的 那么你把它写出来的话 你就会发现 它是不是恰好 就是X平方加Y平方 加Z平方等于长值C的一个形状 所以是一些 中心在坐标原点的 同心球面 这个也没有问题 OK的 第四个 Z等于X减Y加1 这个呢 又是一个二元函数 先是二元函数 当Z等于长值的时候 那么你来看一下 它这个不就是 XY面的一些直线吗 这些直线的话呢 在XY面的分度的话 就是X减Y加1等 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这个样子 但是不是空间当中的 这里话一说空间当中的 肯定就错了 因为它在空间当中 表示的是平面 对吧 我们不是要的 它那个投影柱面 我们要的是投影曲线 清楚了吧 要的是投影曲线 这个呢 相当于是那个空间 当你们看到的 那个什么 和这个香蕉呢 是那一条曲线 除过上面这个之外的 那是那个投影的柱面 而它呢 再和Z等于零的一交 那么就是我们的 投影曲线 所以呢 我们说的是 平面当中的 这个形式 所以最后的正确答案呢 就是1和3 1和3呢 那么也就是说 你们选择的答案当中的是 你们是A和C A和C 看一下我们同学呢 选择空间当中的 可能占相当一部分几率 是吧 A和C是正确的 你看 你光看A和B 你就知道51比46 是不是啊 所以认为是空间当中的人还剧多 还有最后一个 这地方的这个平面上面的这个直线 平行直线 然后当成空间当中的平行平面的也很多 所以这个概念呢 了解得不透 就是你把一个概念呢 无论如何要理解的精神 好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刚才看的是 9杠几杠几啊 我们刚才看性质是吧 下面再来看二元函数的极限 9杠1杠4 这地方呢 我们也是给了有五道题目 正确率的情况呢 是87 78 41 86 94 94 所以呢我们就来挑 41%和78%的看一下吧 先看78%的 这个因为也有同学问到了 对于这个题目呢 我们同学的选项是什么样子呢 A是78.89% 说明A是正确的 但是B呢 有16.67%答了 C有4.44% 这就是说明 B和C呢 有可能有些同学答了它了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围绕着ABC 三个答案来看 这个题目呢 首先第一部 XY趋效于零零 那么当然 我们这时候呢 知道 它所表示的函义 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就是 参考一下 X平方加Y平方 是趋效于零的 我们说的就是 这种距离方式下面 是不是趋效于零的时候 函数值的极限 当然有这个的时候 我们也很容易推出来 这时候的X乘Y呢 肯定也是趋效于零的 对不对 因为X乘Y的决定值 它实际上是 小于等于 二分之一倍的 X平方加Y的平方 直接呢 用夹B 那么就可以得到 X乘Y呢 是趋效于零的 对吧 它趋效于零 那我们就可以对分子呢 采用这个等价如同小 那么它呢 就等价于X乘Y了 所以事实上 也就是说 我们把上面的 这个极限呀 就转化为 这个极限形式 XY趋效于零零 那么上面是 X乘Y 下面是 根号下X平方 加Y的平方 那么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注意到 下面根号下呢 刚好是不是相当有 那个距离 而X乘Y的决定值呢 是小于等于 二分之一 X平方加Y平方的 对不对 直接的话呢 用夹B 就知道 这个函数的决定值 是小于 二分之一 根号下X平方 加Y平方 加Y平方 从而的话呢 它的极限值是一个零 极限值是一个零 那么有些同学呢 为什么回答的是一呢 回答的是一 那么这个是 怎么回答的呢 我们想清楚 你这个一是怎么来的 从哪儿出来的 这个看不出来 答二的同学呢 为什么答二 我也看不出来 对吧 其次的话呢 我们注意一下 像这种极限呀 也就是说 我们在考虑的时候 可以的话呢 这样来处理它 首先一个呢 处理方式就是 下面如果是这种 平方和呀 是正向相加的时候 正向相加的时候 我们自然可以 比较零次就够了 比较零次就够了 下面自然相大于是一次方 上面相大于是二次方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它的极限呢 肯定是一个零 这是一种做法 第二种做法呢 我们也可以呢 采用这个换源来做 换源来做 但是换源呢 里面的技巧 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换成极座标形式下面的 R的话呢 变成 R变成什么呢 是不是 编号下 X平方 加Y平方吧 θ呢就是我们极座标系下的角度 注意这时候的θ 应该是在零到二块里面都要成立 都要成立 你不能说是对母线θ成立 母线θ不成立 那是不行的 因为你想一想 那个距离去下的零 不就是R等于常识的时候 那个圆的半径呢 是不是要缩下于零 这时候呢 是不是不考虑那个极角吧 对不对 极角θ呢 在哪个范围里面 必须呢 在零到二块里面都要成立 你看上面的X乘Y 那么改写之后呢 刺刀就是一个 R平方乘以 sinθ cosθ 而下面呢 又是一个什么R 让你约掉了一部分之后 你再来看这个函数 sinθ 乘cosθ 是不是个有界的函数 对吧 R呢 取消于零 那么它的极限值呢 当然就是个零了 是吧 所以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以 采用快达的时候 还是一定要注意 θ是在零到二块里面都成立的 千万呢 也把这一点给掉了 把这一点给掉了 好 这就是这个第几天 第二题 第三题 那么问到的同学就更多了 正确率是41% 先看一下 我们同学呢 都选了些什么 B呢 有44个 作为重点考虑的 C呢 有31个 我们也要作为重点 用44比31 差不多4比3了 B呢 有16个 差不多是这个 B的一个三分之一了 三分之一 所以呢 就把CBCD呢 作为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同学呢 会选他们呢 这个事实上呢 这种极限问题啊 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种形式的话呢 都是这种 多项式相除的样子 是不是啊 都是这种多项式相除的 那么注意一下 我们前面的A 还有前面的这个B 分母呢 都是X平方 加Y平方 是吧 都是平方和 都是正的的形式 而一个分子呢 是X乘Y 一个分子呢 是X平方乘Y 是吧 如果从我们刚才所说的 分母呢 如果是正向相加的 这种形式 我们只考虑 一次的话 我们可以判断出来 B呢 是正确答案 B呢 肯定就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么这样 这种题目呢 我们的做法 就可以利用刚才的 那一种幻元来做的话 你看啊 这时候呢 我就给你换一种思路啊 以前我们是用直线形式 去代替的 现在呢 就用这个 R去向于0 注意θ 一定是在 0到2π的范围里面 这个呢 一定要强调一下 上面是R平方 下面也是R平方 约掉了 所以剩下的部分 是不是是cosθ 乘以30θ 大家知道 θ取不同值的时候 当R去向于0的时候 它的极限值 是不是不一样 这显然是跟θ有关系的了 跟θ有关系 那么这时候呢 也就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是y等于kx的时候 那个斜率不同的时候 极限值不同啊 对吧 所以这个极限就是不存在的 这个极限就是不存在的 而第二个呢 这个B呢 我们如果也用这种做法来做的话 得到的四伤是 R去向于0 θ呢 在0到2π的这个范围里面的时候 它呢 得到是R乘以cosθ的平方 再乘以3θ 有介量乘以无穷小量 极限为0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注意啊 你的极限值 如果跟θ有关系的话 那肯定就是没极限 跟θ无关的话 那么这一个极限呢 是存在的 再来看c和d c和d的形式的话呢 那么就是说 和上面的a和d的分母呢 显然是不一样的 它是写的x加y 那么x加y的话 我们可以说 那我能不能用上面的做法来做呢 有些人说 你看这上面这个米次是 x乘y 相当于是二次米 下面是x加y 相当于一次米 分子比分母的米次高极限 应该是0啊 这个x平方乘弯 下面是x加弯 上面是三次 下面是一次 是不是极限也应该为0啊 这种想法就是不对的 你看看 为什么不对呢 我们仍然用这种 采用极座标的形式的话呢 让大家看一下 问题出在哪个地方 好吧 比方说这地方的c 我们如果用这种换源 得到的是r取消于0 θ在0到2π的范围里面 整理一下 r一个掉一个 所以上面有一个r 但是上面还有一个 sinθ乘以cosθ 分母上面呢 还有cosθ加sinθ 对不对 是这么一个像 这个像呢 我们能不能理解成 无穷小量乘以有接量呢 不行 你的r虽然是取消于0的 但是你的θ的这部分呢 有可能它会取消于无穷啊 在哪里取消于无穷呢 是不是在分母cosθ加3nθ 呢取消于0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取消于0的 对吧 所以你这时候呢 你注意到 你这部分取消于0 人家的分母也是取消于0的 而这地方cosθ加3nθ 取消于0 大家可以计算出来 是什么就是在x加y区于0附近啊 对不对 x加y区于0附近 也就是说 在这一条直线的附近 这地方呢是有问题的 虽然这个函数呢 是在x加y等于0 这一条线上呢 是没有意义的 x那么就是y等于负x 就是这一条直线 对吧 在这一条直线上是没有定义的 记得我们的直线呢 当时是怎么说的呢 甚至是在零零点呢 我们取消于零零点 在零零点的一个零域里面 在定上它的定义域当中 当xy到原点的距离 取消于零的时候 函数值取消于长尺 它就是有极限的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考虑的极限 事实上呢 要除过这一条直线 y等于负x 除过y等于负x 但是我们刚才呢 也已经发现的是什么 那么在y等于x这条直线附近 出现了问题啊 对不对 在这条直线这地方呢 你看 这一下呢 可能取消于零 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呢 那么怎么办呢呢 我们在上节课呢 事实上已经给了大家 这个方法了 可能在没做这道题目之前 我讲了你觉得是对的 但我讲完了 你把它忘了一根二根 到自己做题又不会 我们给了一个基本的做法 就是说是希望呢 分子分母的话呢 能够拉平 是吧 这个密次呢 能够拉平的情况下面 给出一种证明形式 曲线 我再把刚才的图形呢 再画一点啊 这个理解呢 很重要 xy 在坐标原点附近呢 我们要考虑的是 y等于负x这条直线附近 会有问题 你怎么考虑它附近呢 那么显然也就说是 肯定考虑一个和它相切的 但是的话 又不等于这条直线的曲线呢 对不对 应该是这么个想法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考虑 我们让x加y的话呢 能够等于 一次方的这样的一个 高级无穷小形式 所以我们可以令它 等于开背的 x等个r法次方 开合r法到时候 我们再来选 是不是 那么你利用这个呢 一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算到 分子的话 x乘y是等于谁呢 你把y等于 这个开x r法减x 带进来 那么事实上 它是等于负的 x平方 加上开背的 x的r法加1 我们说呢 要的是比 x一次方的密质要高的 所以我们考虑的是 r法大一的情形 r法大一的情形 分子的话 是不是就是 等价于负的x平方 当f次取消于0的时候 因为r法加1 是大于2的一个密次 比x平方 是高阶的无穷小 高阶无穷小 我们利用等价 无穷小的这个结论 把高次方的给它 刷掉 刷掉之后呢 我们把分子分布 整理完了 那么对应的这个c 它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可以写出来 xy呢 在取消于00的时候 它事实上呢 x乘y除以x加y 那么在 这地方是y等于负x 加开背的x的r法 这条直线上 当x取消于0时的极限呢 就变成了 分子呢 是负的x平方 而分布呢 是开背的x的r法之方 这地方的开呢 要求是不等于0的 r法大1开分之1 是不是就这么个极限 这个极限显然是变化的呀 什么样的 根据什么变化的呢 首先呢 开始的查数 我们暂时也不管它了 r法和2的这个比较 是不是就会得到 不同的结论 当r法如果是等于2的时候 它的极限值就是开分之1 是不是 当r法呢 如果是小于2的时候 小于2大1的时候 那么对应的这个极限值就是0 对不对 当r法如果是大于2的时候 结论呢 是不是就是无穷 是吧 所以最小的话呢 你就把三种结论形式的话呢 都给它整理出来 第一种情形 是这个r法大于1 小于2 那么这个是个0吧 r法等于2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是负的开分之1 还有一个负号呢 另外一个r法大于2的时候 得到的是一个无穷 得到的是一个无穷 我们上节课的话呢 我们在那个地方呢 课件上面主要是给大家写的是中间这一种 当r法等于2的时候 它取的这个曲线的话呢 就稍微有一点变化的时候 它的极限值呢 是不同的 不同曲线上 极限值不同 所以极限会存在 对不对 现在呢 我们根据这个题目的分析 我们就知道了 你还可以选择r法大于2 那一个选r法等于3嘛 r法等于3的时候 它是在那条曲线上 曲线无穷 是没有极限的 一条曲线上没有极限 那么整个的就没有极限 也可以 或者呢 有些同学可能就认识 我选择一个r法等于2的 我再选择一个r法等于23的 好像也可以 是吧 一个零 一个排分之一嘛 不排分之一 这个也是可以的 那么对于这个分析的话 同样也适用于 我们递这个打 你自己最好排一下 那么像这种地方的话呢 你就 先做笔记的要做一下 像这种分析的话呢 我们就说是要有这个 最好呢 有这个工具 没有这个工具的 那你就记住一些指方法 也可以 就可以 好了就看到这个地方 如果没拍的 你就问拍了的同学 要一下就行了 再来看d d是不是跟这个是类似的呀 跟这个是类似的 那么你想一下 但我们的做法呢 应该也是差不多一样的嘛 所以呢 我们就采用了一个 就是密茨拉平的那种形式 那我们来选一下 对于的密茨呢 应该是什么 也仍然是对用 x 加 y 等于开背的 x 的 alpha 次方 那么分母呢 是 x 平方乘 y 的话 那么就是 x 平方乘以 负 x 再加上开背的 x 的 alpha 次方 当然这地方的 alpha 我们是要求它大一的 所以等于负的 x 的 3 次方 加上开背的 x 的 2 加 alpha 次方 同样呢 它是不是增加于负的 x 的 3 次方 所以这小呢 我们 alpha 只要选 3 就可以了 对不对 alpha 选 3呢 我们就可以取了一个同阶无穷小 只要它的这个 这个前面的系数不同 那么极限值呢就不同 所以 d 这个答案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写 原式的话呢 我们如果选择 x 加 y 那么等于开背的 x 的 3 次方 这时候呢 对应的极限值分子呢 是等价于负的 x 的 3 次方 分子呢 就是开背的 x 的 alpha 次方 就是 3 次方 所以极限值为负的开分析 所以呢 开的不同 极限值不同 从而呢 极限不存在 对吧 后面两句话 讲好了 那么就知道 最后的正确答案呢 只有 b a c d 都是错的 a c d 都是错的 这个题目我当时给你们设计的是个单选题吧 是不是单选题啊 我下次应该给大家改成多选题啊 我回去记了 我帮大家改一下 改成 正确答案呢 可以选一项和四项 看看我们同学们选几个 这个 就是最后选择的这个比例数 我倒是很感兴趣啊 所以下面呢 我把这个题目改一下啊 这个呢 四项就是我们期限部分的一个重蓝点的内容 所以对我们同学来说呢 做错了 是正常的啊 没有 别要呢 对这个紧张啊 知道了以后怎么做就行了 好 我们九杠一杠四说完了 是不是还差一个九杠一杠五吧 哎 九杠一杠五里面好像也有一个问题 我再找一下 九杠一杠五说的是二元函数的连续性的问题 二元函数的连续性我们有四道题目 正确率的情况呢 是74% 88% 56% 32% 说明呢 整体上来说 这个正确率不高啊 因为四个都不太高 所以呢就一个一个来说一下啊 第一个 74%的正确率 是不是又看见这个讨厌的函数了 这个函数我说过了上节口的时候 让你记住 它的特点是什么 是不是在xy趋向于零零的时候 是没有极限的 它既然没有极限的话 那我们说的函数在一点连续的话呢 显然它就不连续了嘛 比方说我们在零零点连续 我们是不是说的是 这个函数当xy趋向于零零点的时候 它要趋向于零零点的函数值啊 你如果没有极限 你当然就抬不上趋向于它的函数值了 所以这个函数呢 是在原点处不连续的 当然这个函数呢 除过原点之外的每一个点子都是连续的 其次呢 这个函数呢 作为一元函数而言 它是连续的 它是连续的 所以呢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样子 所以一元函数fxy呢 处处连续 这个肯定是对的 一元函数f0y处处连续 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先把前面两条 根据xy的对称性 看一个就够了 对不对 来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吧 fxy呢 fx0它是如何来表示的呢 y等于零的时候 不在坐标原点的表达形式是不是是零 在坐标原点的表达形式还是零 所以就是横等于零嘛 一元函数是长直函数的时候 你说是不是处处连续 不光是处处连续 而是无从次可导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个函数啊 在整个的x竹上面 它都是连续被可导的 我给你把结论呢 再加强一下 在这条线上的条件呢 很好 不光连续还可导 可导之后还连续 可导之后就是零嘛 数数是零 零当然还是连续的 零当然还是可导的 所以是无从次连续 无从次可导 无从次可导 所以第一和第二没有问题了 再来看第三 第三的话呢 说的是y等于x的时候 这个函数连不连续呢 y等于x一座限制出来 是不是这个复合函数 还是一元函数 所以呢那你就把它来写一下嘛 我们下面来看看第三个 第三个这里的函数的表达形式 在写的时候 y等于x 等于x写了你就分段来表示一下 当 这地方呢 x不等于零时 那么它的表达形式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x等于y 上面是x平方 下面是2x平方 是不是是二分之一 对吧 x等于零的时候呢 它是零啊 这函数出来了没 出来了 那你说这个函数 它是在x等于零处连续吗 不连续吧 既然不连续说明 3这个结论呢 就是错的了 第四个 二连函数在零点处连续吗 不连续吧 对不对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 它没极限嘛 你没极限 你哪来的连续呢 所以这小的正确答案 只有1和2 3和4呢 都不对 3和4都不对 好 这个 你要拍吗 因为有同学问到了 用到了 你就最好拍一下吧 要不你就是跟着我刚才的写音 我手写也很慢 你们也可以跟着写一遍 没写的同志呢 就拍一下照自己下去整理 你们猜猜你们自己的答案 会选择些什么呀 你们是有同学选3了吧 还有同学对1和2也怀疑 所以呢 我就在猜你们的答案 可能是些什么呀 看一下 A和B的选项的争取 选择了很多 C和D呢 D的选择比C还高啊 14.74% C呢有9.47 9.47 说明什么 FX这个函数你都没写出来 你要写出来的 你还能回答连续 我在一起的怪 就是说明你C那个FX X你都没写出来 二元函数的这个连续 这是我们上节课 作为一个重点的例子来讲解的 你还不知道 说明你课堂上面 没认真听 差不多揪着了几个 好了 我们下面第二道题目不看了 88%的真确率 看第三道题目 56%的 选10个多选期咯 我们同学的这个 ABCD 一次的话呢 这个喜欢率呢 再降低啊 降低 好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呢 ABCD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题目呢 大家一看 有点和我们刚才所讲的 第一道题目呢 有点像是吧 是不是有点像 有点像 但是 这个题目和刚才的题目是不一样的 刚才的那个题目呢 FX是这个样子的 我再给你写一遍啊 我说是作为重点的例子要记下来的 这是X平方加Y平方 当XY 我再作标原点的时候 就可以写成X加Y平方不等于0 在作标原点的时候 那么它的值呢 是个0 是不是这个 这个二元函数呢 在作标原点处呢 是不连续的 不连续的时候呢 那么但是它可以在一条线上 一些线上连续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函数的特点 也就是说作为二元函数 它的原点处呢 并不连续 但是呢 它在X逐上 Y逐上 这些地方是不是是连续的 并且是无穷次可造的 但是作为二元函数呢 它不连续 但是你再看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我们刚才 是不是也做过了 这个函数呢 在原点处呢 是连续的 作为二元函数呢 在原点处连续 连续的这个函数呢 你想一想 它是不是在每一条线上 都应该是连续的 对吧 我这就是说 你二元函数啊 你再画一个图 这个图形呢 就是表示 我们在原点处是连续的 你在原点处连续呢 你不管是给曲线 还是给直线而言呢 你都必须呢 在XY去下零零的时候 还是去曲下于零嘛 对吧 所以呢 所以呢 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就叫做一个 整起来控制局部 对不对 你如果整起把握好了 但是你不晓 你爱怎么变动 那我不管 但是我知道你的答案呢 肯定都是要连续的 所以你看这个题目的 正确率是什么 XY X0 在X等于零处连续 这没问题 X0 那么连续没问题 FX连续没问题 FX连续没问题 ABCD 一下就选完了 对吧 你整起上面 你当XY去下零的时候 都去下于零级嘛 那你哪一条线呢 跑出去呢 跑不出去吧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记住啊 整起决定了局部 所以这个二元函数连续啊 比这个一元函数连续的条件 比较高一些 高一些 这两个题目呢 大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两个不同之处 OK 这个ABCD都要选啊 我们同学选了选了 就不想选了 觉得怎么可能选四个答案呢 你不要去猜 要科学的去判断它 好 这个呢 证确率32% 看一下我们同学的选项 A选项100% 可能A真的是对的啊 我还没看呢 B呢 56个同学选了 C呢 27个 D呢 有40个同学选了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这个选择的曲线 是这个样子的 好 那么下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个题目 到底哪些项目是正确的呢 这个A元函数呢 首先 在原点处呢 是本身不连续的 这个知道了 刚才是不是算过了 当下面是这种X加Y的 这种形式的时候 X乘弯 不管你是X乘弯也好 还是X乘弯平方也好 你上面的密次多高 它都是不连续的 都是不连续的 既然都不连续的话呢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最后一条呢 肯定是错的 但是你们刚才的选择的 这个曲线呢 是这个样子的 D2P呢 还上来了一点 这个我只好记得这一条 那你现在再来看 第三个 我们同学呢 都不愿意选 说在这一点处呢 连续是不对的 这个C呢 是FX0 在这一点处连续 大家都选了 大家都选了 确实这个也是正确的 是吧 这个FX0到Y等于0的时候 函数是横等于0嘛 横等于0的函数呢 那么当然是处处连续的 在X属上处处连续 这种的问题 再来看X 负X这个函数又是什么样子的 你把它呢 仍旧是按照 这个分段函数的写法 写完了 能够合到一起 合到一起 Y等于负X 那么上面就是负的X平方 下面就是X减X 这在哪里定义的 在下面这定义的是吧 那就是长值函数0了 写错了啊 就是长值还是0 当然连续咯 它是在这地方定义的 Y等于负X Y等于负X 这也没问题 第三个呢 Y等于X平方减X 那么显然 这个定义的曲线呢 应该是在那一条直线 这一条直线之外了 在上面定义的 下面第三个 我们倒是需要写一下 FXX平方减X 把它整理一下 上面就是 X的三次方 减去X的平方 除以 X加Y呢 就等于X的平方 进一步整理一下 那么就是X减1 是不是 就是X减1了 那么当在这个坐标圆点 这是不在坐标圆点的时候 在坐标圆点的时候呢 是在这条直线上面 它是等于0的 所以呢 一个就是X减1 一个是0 那你说呢 X去下于0的时候 是不是去下负1啊 不是去下于0 从而说明 这个连续性呢 是不对的 连续性是不对的 那么也就是说 只有1 2呢 是正确的 我们同学在选择下呢 是第一个是百分之百 第二个是降到了一些 第三个降到了独体 第四个又升了一点 对二元还是的连续性呢 这一部分呢 我们今天作为几个题目 说了一下 基本上呢 应该是归纳清楚了 大家自己下去 再整理整理啊 好 那么这次二呢 这是9-1-5 也就是说是 这五套题目的话 基本上就是 根据我们所讲的 五种类型来说的 函数的什么定义 函数的这个性质 极限啊 连续性啊 还有一个是凡数图像 那地方主要是 等于线和等于面 有问题 好那么我们同学问到的问题呢 我在前面呢 已经也就说是给大家看过了 基本上问的问题 方才已经都讲过了 好那么 这一部分内容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吧 在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的基础上面 我们就可以学习 这个二元函数的这个求导吧 也就是说是天导与可微啊 可天导与可微性 这个九点二节的内容呢 比较长 比较长 比较长的那里面呢 这个书上的顺序是这样子来说的 先给出来了天导数的定义 和天导数的计算 其次呢就给出高解天导数 然后再给出天导数 天导数给完了 再给的是复合导数和 这个银导数的这个求导 对不对 现在呢我爸顺序呢 会稍微调整一下 我调整为先讲这个天导数 然后就给出天导数 把高阶天导数呢 放在调分之后 到时候呢 我就会把高阶天导数的这个地方 这两部分呢 以前以后呢 关系不是很大啊 但是呢 我还是把它调过来了 到时候讲的时候再说吧 所以呢 可以看到了我的五个标题 是这样子来写的 天导数的定义和计算 全文三 高阶天导数 复合还是五位分法 隐还是五位分法 我们今天呢 先看一部分 首先这个引力呢 四章是在这个 第九章木课当中呢 我也是用了这个引力 我觉得这个例子就够了 就是说是一根弦嘛 一根弦大家最简单的 我们不缴什么 什么高大上的那种弦了 我们就讲这个非常简单 你就拿个皮筋 你提起来 它是在上下这样的盘啊 对吧 盘的时候呢 你这时候呢 一个点 那么离开平衡位置的这个位移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给出来了 这个位移的话呢 就是U等于UX7嘛 跟你这个点所处的位置有关系 跟你的时间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跟你的时间是有关系的 所以是个二元函数 这个二元函数呢 那我们说是 我们要考虑它的一点处的 这一个速度 或者加速度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要 把X0开成常数 然后关于七球导 或者关于七球二阶导数 对吧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二元函数 固定一个变量 对另外一个变量求导 我们就叫做求偏导 对吧 求二阶导数就叫做二阶偏导 所以一次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 一元函数的导数的概念 直接推广到 二元函数的这个导数和偏导数 我们突然说是 你二元函数 考虑这样的一些偏导 有没有意义呢 我们说的是有意义的 比如说是 我们这个松采量函数 我们主要这个函数 我们再换一个 松采量还是 那你至少是跟什么 你的松采的这个盈利 你可能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你这时候雇的人数 是不是有关系 假如说你每个工人 都是很能干的 这个工作能力是一样的 那另外的话 是不是跟你用的这个机器 也是有关系的 对吧 好那你这时候 假如就这两个电量 那我们常常有时候 需要考虑 我到底雇多少人合适 你雇多少人合适的时候 你这时候是不是 就是不考虑我的机器 我只考虑这个人嘛 那么你就要关于人 去求偏道 我来算一下 跟人数的 我的这个盈利 跟人数的变化率 是什么样子 如果变化率呢 随着人数的增加 是增加的 我就可以多顾点人 是不是 如果减少了 我就不再顾人了 我再顾人 我们就赔了 或者我赚的少了 就不划算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要考虑这种 关于某一个电量的 这样的一个导数问题 这就是偏导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引力之后呀 那我们相信这个偏导数的定义呢 就非常简单 对于这个二连函数 我们考虑在这一点的 偏导数的话 我们先把Y固定成Y0 然后来考虑 这个FXY0 关于X的导数的存在性 导数不就是一元函数导数了 一元函数导数如果存在了 我们就说 这个二元函数在这一点处 对于变量X是可偏导的 并且把它的偏导数来提成 这些符号 对不对 这些符号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们不再写DZDX 当然有些人呢 还是习惯于把它读成DZDX 我们可以把它读成PZPX 因为它是一个偏导 就是你们前面求导 就是费人手了 所以是P嘛 对不对 那个F 对后面几个F两个F吧 对不对 费人手 而这地方你是偏导 关于某一个变量的 所以是Parsal 但是后面也是得分数 所以有些人呢 会把它读成这个什么 也会把它读成什么什么 DZDX 那么读无所谓 但是符号呢 是这么写的 这个呢 记清楚 记清楚 其次 也就说是要注意一下 这些记号当中 像这种PZX0Y0X 并不是表示的是 把X0Y0都带进去 大层长期 在关于X求导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关于X求完偏导之后呢 我需要求的是 在这一点的偏导数 对吧 把这个定义呢 搞清楚 还有一个记号呢 我们需要说一下 写ZX XX这样的记号的时候呢 上面可以不打撇 当然你打撇呢 我们认为问题也不大 但是呢 有一个记号呢 是一定要打撇的 就是这个 因为你到时候呢 你的函数变量呢 可能有第一个变量 第二个变量 或者第一个变量 或者变量很多 或者说呢 你的二元函数 是作为外层函数而言的 你的内部函数呢 很麻烦 第一个变量呢 可能写了一堆是吧 可能是一个什么X平方 加Y平方 加Z平方 太长了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用记号 1啊2啊3 来表示看那个位置 表示它那个位置 关于第几个位置的 那个自变量的导数 这个时候呢 你求导呀 就要加一个减 为什么加一个减呢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用F表示函数 比如说查查也用F1 表示函数嘛 对不对 这时候呢 为了跟一般的函数符号呢 有点区别 表示它是一个偏导数 这个地方的减 是一定要加的 一定要加的 这个地方呢 我们同学留意一下 这地方主要就是 介绍一下这个定义 以及这地方的偏导数号 第二个 从定义当中呢 我们立马就可以知道 我们如何来求偏导数了呀 你怎么求偏导数呢 一个就是说 你把关于X求偏导数的时候 我把Y去谈的差量 然后根据一元函数的求导公式去求 求完了之后 再把X等于X0带入 这叫做定义法 第二种方法呢 你干脆就是直接 把Y呢 看成一个参数 我不管它 我就是直接呢 关于X求偏导 求偏导之后呢 我再来带X0 所以一个就叫定义法 一个叫公式法 就把你们上学期 学过的内容 这个地方就完全衔接起来了 衔接起来 所以下面 我们就举举例子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方法 我也给大家总结到这个地方了 一个是定义法 定义法就是按照 这个函数 在一点处的导数定义来做的 你看到这地方的 Y0 Y0是不是带进来了 在X0点的函数值得差 除以自电量的这一个差 然后呢 自电量的差 需临时的极限 对不对 第二种公式法 那你就是直接 把这个函数呢 二元函数 关于X求偏导数之后 再带直 再带直 这两种方法 到底你选择哪一种呢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 首先呢 我们知道 如果 那个函数是分段定义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分段点数 要用定义来做 当然 不分段的时候呢 到底是用定义 还是用公式法 那我们要根据函数去辨别 辨别去选择 所以下面呢 我们着重的 就是要讨论一下 这一些地方 什么时候用定义方便 什么时候用公式法方便 比如说像这个题目 我们给出来的 我们给出来的是 X乘弯Y除以X平方 加Y平方 不在原点的时候 是这么定义的 在原点呢 是这个定义 现在要求 F X FY 两个偏导数 在原点处的偏导数 那你一看这个 不就是一个分段定义了吗 那肯定是用什么 定义法来求嘛 用定义法来求 那我们就首先呢 要给出 比方关于X求偏导数 我先把Y的定乘0 把Y定乘0 结果一算 这个函数就是0啊 0的话 那么求导数就是0嘛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 关于Y求偏导数的时候 先把X定乘0 带进来函数是0 所以结果是0 这个就是用的定义当中的 但是没有加那个极限的形式 没有加极限的形式 大家看到呢 这种做法 这就是第一个的做法 那么第二种做法呢 就是我们加了极限形式的 这种做法 对吧 FX0加X 和在0处的函数值得差 再除以X X就自变量的分量了 对吧 那你再进去一写 写出来呢 最后几限是0 这个也是一样的 好吧 休息一下 如果每次都讲到1号 这个完成了 居 laid Pac-C 我注意了 就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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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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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修一下 快点做工作 迅速一点 一天天导书那么大就是求UX Y还有UZ 说完了之后呢 告诉我哪一种方法更简单一点 为什么简单 把它总结出来 以后碰到这种类似的题目 我就知道我该用什么方法 你就求个一接导 你就求个UX好了 让你们练习一个吧 点的 花的时间太长 留下UX在102点的 加导数值 乘完的花上来 这个函数呢 买到3YZ 再加Y倍的E的 X乘2跟3X乘2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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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还有X 所以的话呢 可以说你这句话记号不对 求点函数也不对 UX是这么写的 写的右下角 这台关系就关于X的天长处 不能写的这个样子 因为还有其他同学发的 暂且就不看你的了 我们再来找几个看一下 看看我们这一个同学写了些什么 UX加T-UX 再除以X 这种写法也是不规范的 再来看一下这个同学是写的 他写的这个符号呢 至少是规范的 UX等于 这个函数 关于X的偏导数 所以他的偏导数呢 求出来是2X 然后2X等于2 你们如果写成这样子的 给外笑的老师看着不笑掉牙了 你这是什么记号 从你上面的表达 我可以看出来 你应该是求的是 三元函数关于X的偏导函数吧 偏导函数求出来是2X 我先不管你求的 对不对 假设你求的是2X 2X等于2这一项是怎么出来的 你要带直的话呢 我们说你必须是不是 把子写进来呀 对不对 写进来 那么最后等于2 这才是对的 否则的话 你不就像上个学期一样的 你求极限了 我极限符号都没有 然后函数函数等了一块 本来函数之间也不像 最后还等于它的极限值 跟这个不是一样的老笑话吗 都是同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写法不对 第二个 你这地方的求导也不对 求导后面这一项也是X的表达形式 你为什么没求导呢 不要 你求导的时候 不外乎是把YZ开成长值嘛 所以你求出来的导函数呢 UX的话呢 应该有 至少有两项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吧 前面这一项求导出来是2X YZ求导是0 那你可以不写 第三项 那么这小E的这个函数表达形式 你是不是还是要把导数给写出来啊 这个还要再乘以 乘以啊 乘以这个X的导数是R3X 然后再加上X不动 R3X求导是1-X平方分级 就是你求导出来应该剩一长块 第三步你才能够带值啊 在P点的值的时候呢 你带进来 那么里面就有Y等于0 这一下没有了 这一下没有了 这一下就最后等于二 应该是这么写 这才是导函数代值 你要是写错了 最后答案对了也不算对啊 所以这个的话呢 可见 我们同学呢 对这个符号的函意 以及呢本身这个求导呢 过关 第二个 大家看我们同学的下面一种做法 用定义的做法 这个就写得很好啊 我挑不出毛病了 它的第二种做法是 DX去下于0的时候 F1加DX02 减去F102 除以DX DX去下0时的极限 这个要给大家打一个大大的对号 这个写得非常好 然后带进去之后呢 因为有Y等于0 后面两项是不是都没有了 没有了 那么就剩下的就是 1加X的平方的-1嘛 所以这次会算出来是一个2 这个视频就非常棒 那么你把这个呢 综合一下 我们来写 应该怎么样来写呢 简单一点呢 我们不是要求的是 UX的P点的这个导数值吗 这个导数值呢 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 U这个函数 诶 你叫什么 U这个函数 首先呢 8 0 还有一个是 我看看你的是102 是吧 把X保留下来 对这个函数 关于X求偏导数 求完了之后 再让X等于1 你看这个定义方式多简单的 对不对 你只要把02带进去了 你剩下的不就是X平方 关于X的导数吗 一元函数导数 你不是这么写的吗 加一个写就过了 最后一步再让X等于1嘛 所以最后算出来的答案是2 所以像这种方式呢 自然就是一个定义加代值的方 这个方式要最简单一些 这个是 所以呢 我们就注意到 要先代值简单 我们就不妨先代值 所以呢 看看我们同学的做法 这个同学呢 至少是导函数写对了 然后呢代值 最后结论也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同学呢 你得打一个对号 再来看看我们这个同学的 他写的这个偏右偏X 这个写法处理也好 他是怎么写的呢 U是在这个样子 偏右偏X 这个函数呢 后面的一项我不写 我就加一个片 上学期我们是不是也采用过这种 再代值的时候呢 这有Y等于0 这一下就消失了 所以最后答案是多少 这种写法处理也不错 不错 值得表扬的 下面我们再来 这个说过了 再来看看这个同学写的 是什么样子的 Fx102 那么就等于Fxx02 在x等于1处的值 所以就是x平方的导数 在x等于1处的值 那么就是2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一种最简单的模式 所以这个同学写的 我们也应该打一个大大的对号 第二种如果是求导的 他把导数写出来了 最后再代值 这个做法也是正确的 说明这个同学上学期的基础 打得比较扎实 还有刚才的偏导的定义 确实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这个要表扬的 再看看这个同学写的好整齐啊 他的一整齐我就有看的欲啊 所以一定要看一下 从这件转 放大一点 可见它是上面还写了什么东西 求这个函数 在p102点处的偏导数 把题目操了一下 然后ux等于 这是定义形式吧 最后呢整理出来是一个2 中间插了什么 这地方的极限符号没有啊 这地方有x的时候 都要带极限符号的啊 这就是我们上学期常犯的一个错误的 也有一个严重的情况 极限符号不要了 还是最后整理长子 第二个 U1U1呢 他各求了一遍 各求了一遍呢 各求了一遍呢 用定义求法的问题 都是极限呢 该有的没有啊 这个地方呢 直接是没有 所以说明这个同学 对于定义的求导师的方法 基本上是掌握下来了 但是呢 注意极限符号 我们随便给人家比较了 我们总共呢 教了有这么多同学的 诶 怎么回事 动不了了 动不了了不要了 我们不看 好我们回过楼 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课件上面 我写了一下这个解答的形式 我要的是最简单的方法 所以呢 我给你们这个地方 就给了一个最简单的形式 对吧 UX这个项 先把零二带进去之后 得到的这个函数 求导 最后呢得到这个字 这地方呢 都是采用了这种做法的 最后的最终结果 再看一下 我里面呢 应该是解二呢 我就不要了是吧 我只给了一个解一 就说明这个解一呢 就是我们最后总结出来的 那么也就是说呀 那个用定义法也好 还是用这个导函数的这个 求导的方法也好 那么你要仔细观察 哪一种最简单 对里面说合适 其次呢 注意写的时候也要写错了 该带极限的就带上 该带批的就带批 这个地方呢要注意 下面再来说一下 偏导数的这个几何含义是什么 几何含义呢 表示的就是 从它的定义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它就表示 这个函数 关于x的导数 在x0点1嘛 是不是 而这个函数 fxy0呢 在这个几何上呢 表示的是一条曲线 这条曲线在什么地方呀 是不是在 z等于fxy这张平面 和y等于y0这一个 一张曲面 和y等于y0这张平面的交线 就是我上面画的 这个红色的曲线 是吧 这个时候就是这一段嘛 就是这一个 这是平面 与这张曲面的交线 就是这个曲线 这个曲线呢 在哪一点处的导数呢 在x0点 那你找到 对应的那个x0 对应上来 在这一点处呢 给它做切线 导数不就是 有切线的斜律嘛 是吧 那就是表示的是 在这一点处的 切线的斜律 而这个切线的斜律呢 我们又进一步 可以把它表示成 与x0正向的 夹角的 叛径体质嘛 是不是 x0是朝这边的 所以它的正向的是 朝这边 夹角呢 就是这个θ 和θ 不要理解错了 这个 叛径体θ 所以呢 我们最后总结了一句话就是 它表示的是 这个 在平面上 y等于y0的曲线 fxy0 在x等于0点处的切线的斜律 或者 你可以理解成 关于x这个变量 在x0点处的变化率 对不对 我们上学期不就一个斜律 一个变化率吗 两个含义 可以理解一下 这是它的几何含义 或者和物理含义 好 那么天导师的定义 计算它的几何含义 我们都理清楚之后 我们下面来讨论一个问题 既然在一元函数的时候 我们有可导必延续吧 是不是啊 那么对于多元函数来说呢 会怎么样呢 所以这小号的话呢 到时候是不是可导必延续 我们也要讨论一下 首先作为一元函数的可导必延续 仍然是结面是成立的 这个结面的话呢 那么写出来就是这个fxy0 注意这是一元函数 在这一点处可导 那么这一个函数 必定在x0点处是要去的 这是一元函数的可导必延续 就是指的是那条曲线 那条曲线只要在那一点处的话呢 它是可导那么必延续 那么作为二元函数来说 这个结论就会变成二元函数 它可偏导那么是否连续的问题 对不对 可偏导是否连续的问题 所以下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二元函数的偏导数都存在的话 那么是否连续呢 我们用刚才的这个例子来做一下就行 仔细看这个例子 熟悉吧 是吧 这个函数呢 是不是在00处的话呢 极限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函数呢 是不连续的 这个函数是不连续的 但是这个函数的偏导数存不存在呢 存在啊 我刚才不是刚刚做的那个例子 就是这个例子嘛 对吧 因为它的这个fx0 y等于0的时候 你看是不是0 是横等于0 0这个函数呢 当然是一个导数是存在的了 你在关于x求导 是不是还是0 还是0 所以两个偏导数呢 均为0 但是呢它不连续 所以说明 偏导 可偏导 不一定连续 对不对 可偏导 不一定连续 可偏导 不一定连续 那我反过来问你 连续的时候是不是就可偏导呢 连续是不是可偏导 不一定吧 大家记得我们一元函数连续 都不一定有偏导数嘛 有三类的例子 刚才给大家说过 一个是什么间点 还有一个是什么 导数是无重的那种程式 连续 但是它那个 我们就认为 就是有垂直 垂直切线的那种 有垂直切线的那种 也是属于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 我们上学说过 x乘以3 x乘以1的那个 是吧 这是正大的那种 所以呢 这里面我举例子 我就取的是这一种 你看我举这个例子 简单吧 x绝对值 加y的绝对值 这个函数呢 在原点处连续 没问题吧 xy 居下于00的时候 x绝对值 属于0 y绝对值属下于0 0 0 0呢 就是它在00处的 函数值嘛 所以连续 没问题 它可偏导吗 不可偏导呀 因为这个时候呢 你看把y带成0的时候 函数是不是是 那个在间点的 x的绝对值啊 x绝对值 在x等于0处 是不可的 仅仅是在x等于0处的 间点处是不可的 所以说明 这个函数在原点处 不可变的 这样呢 把两个结论呢 我们合起来的结论就是说 可偏导与连续之间呢 是无关的 是吧 这个怎么一个无关性呢 把我们刚才的结论 和问题一 问题二呢 合到一起 大家再来整理一下 也就是说 一个二元函数连续 它偏导数可能不存在 它可偏导 它也可能不连续 可能不连续 但是 如果一个偏导数存在 假如说是f fx在p0处的 这个偏导数是存在的 那么我们至少知道 一元函数 fxy0 是不是在x等于x0处 是连续的 这没问题吧 所以画一个平面的图形 就是定义上的一个图形 这是x 这是y 假如说这是那地方的p0点 好吧 p0点 我给了fxp0的话呢 它是存在的 那么就说明 y等于y0的时候 是在这一条线上 这一条线上的这一点处 它可导必连续 对不对 还有你如果是在这一条线上的话呢 它也会可导必连续 但是 你在两条线上的连续性 是不能保证整体的连续性的 所以我们说可偏导不一定连续 你在其他地方是什么样子呢 其他区间上什么样子 我们是不知道 对吧 所以呢 就记住啊 它的结论呢 比较细 则是连续 推不出可偏导 可偏导 推不出二元函数的连续 但是 可以推出来 二元函数下的一元函数 在这两条线上的这一点处是连续的 听清楚了没有 在这线上连续 但是不能说明二元函数连续 这个地方呢 比较细 就说到这吧 那么 把这两个概念呢 我们就搞清楚了 第三个问题是 问的是 二元函数偏导数 是否可以像一元函数一样 看成微商呢 微分子商 哎 我们说是不行的 啊 取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呢 在木课上面 我好像也用了这个例子吧 就是这个函数啊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整理成 Z是XY的函数 那么可以算出来 偏Z偏X是不是等一样 同样类似的 可以算出来 偏X 偏Y呢 是等于负1的 没问题吧 还有一个是偏Y 偏Z 那么是等于1的 也没问题 好 那你把这三个呢 乘在一起 1乘负1 再乘1 最后结论是不是负1 如果是一个可以看成微商的形式的话 那么它两两之间的一约点 是不是最后结论 应该是个1才对 结果是个负1 就给你说明了 偏党数呢 不能看成是微商的一个表达形式 这一点呢记清楚 而且你这句话的这个偏党啊 偏党数这仅仅是个记号 这个记号不能看成商 听清楚了没有 不能说我要算一个偏Z是什么 没有这个东西 谁也不知道你的偏Z是啥 对不对 哎 这个呢记清楚啊 不能看成微商 求偏党的记号 我们是个整体记号 不能看成是像一元函数的内容表达形式 这样呢我们就把偏党数啊 它的定义 几何含义 两种算法 以及和连续之间的关系 就给大家理清楚了 这也是我们这一部分的重点内容 可能相对来说呢 比较难的 大概就是偏党和连续的 作为二元函数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不是关系的关系 但是就是在线上那个细微的关系啊 你可能理解起来有点困难 是吧 那地方用的是一元函数的可导并连续 因为只要是一条线上 和一条曲线上面 都是可以用可导并连续来处理的 OK 好 这就是这一小部分的内容 下面第二个部分 我们来学一下犬威分哦 犬威分呢 整个的来说呀 也就是说是这个定力 如果拿一个实力来说的话呢 这个就比较慢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干脆 直接从定义来入手 入手 大家回忆一下 一元函数的这个可V 当时是怎么定义的呢 y等于fx 是吧 我们如果要在考虑x点的可V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它的 凡数增量 也就是fx加Δx-fx 如果等于某一个常数 乘以Δx再加Δx的 是吧 能够表示成这种形式 而a呢 是与Δx无关的常数 那么我们就称 这个函数 在x点可V 并且把它在x点的V分呢 寄成a乘以Δx 进一步 我们又推出来 这地方的可V的时候呢 必可到 所以呢就有 a呢刚好等于f1px 所以它的V分呢 就等于f1px dx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上学期的话呢 所学会的内容 那么现在 我们就把这个内容呢 直接向二元函数进行推广 那么三元函数呢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所以 我们就说 二元函数如果满足 满足什么 满足它的函数增量 等于a倍的Δx 加b倍的Δy 加小欧肉 注意 小欧肉指的是xy 到这个x0y0 之间的距离 或者说次两点之间的距离 x加Δx y加Δy 到xy.0的距离 对不对 就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称这个函数 在点x处是可V的 并且 把这一项呢 就继承这个函数的V分 V分呢 当然使用的是D DZ 等于aΔx 加dΔy 通常呢 我们会把ΔxΔy 改写成DxDy 这就是可V 以及它全V分的定义 全V分 我们可能说 你为什么把它称全V分呢 因为它是两个变量 两个变量呢 这个每一项你看的 都像一元函数的这个V分呀 那我把这样的项呢 我们称为偏V分 Yx方向的偏V分 所以Y方向的偏V分 两个偏V分加起来就是全V分 OK 如果是三元函数呢 就会有三项偏V分显示相加 偶尔呢 偶尔呢 我们也会称它为V分 作为我们工科学生来说呢 我们就称全V分 这样呢 说全一点 免得跟偏V分混到一起去了 好 有了这个之后 那我们也跟上学期一样 来看看这地方的A和B分别是什么 对不对 A和B分别是什么呢 大家一看这地方的A不就是上面那个赤子 除以Δx到Δx去下零时的极限吗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想到 你要给它除以一个Δx的话 那你这地方的Δy最好跟Δx无关 所以呢你把Δy呢取成零 看到啊 我这地方Δy取成零 然后呢再给它除以一个Δx 这边呢除以一个Δx 你看这个四上是谁啊 是不是函数 当Y固定的时候 前后都是Y呢 在X方向上的增量 除以X方向上的自变量的增量 再去极限的话 是不是就是这个函数 YX的添导数 对吧 哎 那么就说明 也就是说A呢四上是等于F 关于X的添导数 而B呢 是等于关于Y的添导数 这就是我们这地方 所说的微分公式 微分公式 你看 有这个地方 我要把它整理一下啊 要取这个Δy 那是等于零的 那么函数增量呢就是它 除以Δx 这不就是可导的定义吗 所以最后算出来 这个有极限值为A 有极限值为A呢 根据定义形式我们知道呢 它就是Fx Fyx的添导数 同理可以算出来B是Fyy的添导数 最后呢 那么就得到了全微分公式呢 四上就是这个 和一元函数的公式呢 几乎是一样的 只是呢几个变量有几项相加 也说有几项偏分加在一起 三元函数的话 那么就有三项相加咯 Fyx偏导数乘以Dx Fy的偏导数乘以Y Fyz的偏导数乘以Z 三项相加 就是三元函数的这个全微分 那么像这种全微分的话呢 一出来 那么自然而然呢 我们就会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全微分的计算 第二个呢就是说 全微分和我们前面学过的 秋导之间有什么关系 和前面的连续又是什么关系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把这三个讨论清楚 那么就差不多了 首先我们先把结论给出来 说是一个函数可微 也就是它的全微分存在的时候 这个函数一定是可偏导的 刚才已经推过了 对吧 全微分存在的时候 我算出来A就是等于Fx 那么说明Fyx就是可偏导的 Y也是可偏导的 这个刚才这个方向呢 已经推过了 这个方向已经推过了 然后Fx可微 能不能推出Fxy 连续呢 我们说一样能够推出来 因为你的函数增量 你的这个Dz 或者说delta z 我们用定义形式来写 不就是等于Fxxdx 再加上Fyxdy 对不对 你后面还加了一个小数 是吗 是这个样子吧 或者说你为了这个证明起来好正一点 你把这个地方用这个三角的符号 这个delta x delta y 来表示 你看 当你的delta x delta y 都趋下于0的时候 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这一项是不是趋于0 这一项是不是趋于0 这一项小欧是不是也趋于0 从而函数增量不就趋下于0吗 函数增量呢不就表明了 这个函数Fx加delta x y加delta y 趋下于Fxy嘛 这不就说明还是在xy点连续 对吧 所以说明这个方向呢 我们也很容易就证明出来 这个方向一证明出来 那你想你下面的问题是什么 是不是是逆问题成不成立的事情 可偏导的时候可不可微啊 连续的时候可不可微啊 对吧 所以下面我们就要 这是刚才可微的这个第二条件 我们说了 那么再来看看 它的充信条件又是什么 我们一点点的讨论 给出两个反例来 第一个反例 这个函数呢写出来了 是x乘y等于0的时候等于0 这部分说明什么 是不是是x竹上面 以及y竹上面 我们定义的函数值是一个0啊 除过这两条竹之外的地方呢 全部定义成1 所以画出来的图形呢 大家看到是浮起来的四块平面 对不对 浮起来的四块平面区 而在x竹和y竹上的定义呢 是在两个竹上面 是这种形式 你一看这个图形 你就知道 这个函数的特点是什么样子 肯定在原点处不连续啊 就是在原点处不连续 在原点处呢也不可微啊 也不可微啊 为什么说不可微呢 首先呢可偏导是成立的 没问题吧 对不对 可偏导 因为你的竹上面的值都等于0 所以你的两个偏导数呢 在原点处的话 是不是都等于0 根据定义 直接来证嘛 0的导数是0啊 那就证了 可偏导 而且这个函数呢 不连续 我们刚才说的 可微一定可以推出连续 那么不连续的话呢 当然一定是不可微的 是不是啊 一定是不可微 那你 你非要用这个可微的定义 去证明它可微不可微的话 那你也会发现问题 好 比如说是我们把这个函数 在原点处的这个函数增量 delta z呢写出来 那么不就是这个吗 它的原点处的值就是0嘛 所以就是fxy fxy呢 两个竹上的导数的话就是0 那么是0乘delta x 0乘y 0乘x 分量我写的是x 0乘y 那么你再加一个小额数 你看看函数 是不是这个表达形式呢 在原点处的函数值 是个小额数吗 不是的呀 你除非是在两个竹上面是这样子 你错过这个竹之外的点的值 人家是1呀 1和0之间的差 怎么会是个小额数呢 肯定不是嘛 所以就说明你这个时候呢 它是不等于这个的 不等于这个 当然就不可为 要是你非要用可为定义来证明的话 就这么这样 如果不用可为定义证明 你就用不连续不可为 OK 不连续不可为 这是第一个反例 第二个反例 我们给的是一个坤面 坤面 开口向上的坤面 它的原点处呢 显然是连续的 这没问题吧 XY趋下00的时候 它趋下于0 所以它趋下于F00 这没问题 在原点处连续 但是这个函数呢 在原点处 不可偏导 这个函数在原点处的可不可偏导呢 我们就拿这个定义来做嘛 当Y趋下于0 Y等于0的时候 函数是不是变成了X的角度值 在间点 它在X等于0处是不是不可导 不可导 进而就说明 这个二元函数在原点处的话呢 不可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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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定不可为嘛 出来了 对吧 所以说它在原点处连续 但是是不可微的 不可微 这就给出来什么例子啊 可偏导 函数呢 不可微 可连续 连续呢 函数也可能不可微 所以说明 连续和可偏导 仅仅是可微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 对吧 而非充分条件 所以 我们把刚才的图形 大家再看一点 我给你们反过来 是这样 单上的箭头 可微是可偏导的 充分而非第二条件 可微是连续的 充分而非第二条件 反过来来说 可偏导是可微的 必要条件 对不对 连续呢 也是可微的第二条件 这就是说的这个 这叫可微的第二条件 我的大标题呢 写得很清楚 好 那么下面我们把问题 再深究一下 你刚才说了 这个函数连续 推不出可微 这个函数可偏导 还推不出可微 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我如果给一个函数 既连续又可偏导 能不能推出这个函数可微呢 我把条件加强了 加强到哪一步 连续加可偏导 能否推出可微来 结论是 不一定 还不行 还不行 那不就举个反例就行了吗 这个反例呢 我举的是这个 F Fxy等于根号下 X乘Y的绝对值 它在圆点处连续 证明一下 是不是 去下一个连续 去下一个连续 去下一个连续点的 还是不是0吧 那就OK了 连续 它可偏导吗 它Y变成0 F X0 这个函数 是不是就是横等于0 F0Y 是不是也是横等于0 那关于XY 是不是出处可导 这两条竹上是出处可导的 在圆点处当然可偏导了 可偏导 所以呢 既连续又可偏导 但这个函数呢 是不可为的 是不可为的 并且我把它的图形呢 给大家画出来的 这个图形呢 并不是说是 我想象的大约是那个样子的 但是我画的时候 我也发现我不好画 我就用Metalab 把他的图形画出来 然后描到我这儿来 就看着我画得很正规啊 事实上呢 并不是说是 我一次画成的 我刚开始画了一个 觉得好丑 最后就借助了一下软件 把这个图形画 有点像你们 你们小时候不知道 玩过那个游戏没有 就是玩那个东南西北风的 哦 你把它打开的时候 那个样子 那个面 曲面的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OK 这样呢 你们就想象起来容易一点 啊 这个盘数呢 嗯 说它不可微 告诉大家 判断 可微不可微呢 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 可微的那个几何含义 它表示的是什么东西 它表示的是 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把可微的定义呢 再写一遍啊 说的是 函数增量等于 所以 函数在这一点的偏导处的值 是不是 乘了一个delta x 把delta x 改成 x-x0 再加上 fy 在xy y点的值 乘以y-y0 你后面是不是还加了一个小肉啊 是不是这么个东西啊 好 那你仔细看看这一项是啥 这一项是什么 这一项不能写delta y delta z 你看这一项是什么 data z呢 你把它改写成z-z0吧 sorry 改写成z-z0 好 大家再看 如果不要这个小肉 它是不是表示一张平面吧 一张平面 说明函数增量 和这一张平面上面的函数增量 相差的一个什么 小肉 那你说这个表示什么含义 曲面 和一个平面呢 是充分靠近的 而这个平面呢 又过了x0 y0 z0点 而且我们进一步还会证明 这个平面 事实上是曲面的切平面 也就是说 你在那一点有切平面的时候 你才可能是可微的 你看这个有切平面呢 那个点地方折来折去 是不是一个尖点啊 尖点是怎么会有切平面呢 肯定没有啊 跟你那个依然还是有尖点的时候 没切线是一个道理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会把这个可微 用这个切平面来定义 有没有切平面来定义 这个是 两个确实是等价的 好 好 打平了 那么总结一下啊 这是我后面的证明 比如说是 对于可微这一部分啊 我们给出来的定义 以及 表分存在的这个第二条件 就是连续和可偏的 但反过来不行 反过来不行 对于可微的充分条件 我们就放在下一次课 大家还是要先预讯一下 好 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聊天 我们好 valves max asking 你怎么听不owner n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